有些地方說得反而不夠仔細 因為我仿佛大家都明白 或者自己太明白了 於是不說 大家不妨說些少 我們研究心理學 或者看心理學 或者心理學裡面 講性格的話 通常最早出現了 有種叫特質論 或者叫類型論 留意一下 我特別強調這種形態的形態 心理、性格、理論 通常叫做描述式 不含解釋性 或者包含任何成因解釋 只作描述和應用 什麼意思呢 其實如果讀一些特質論 類型學說的話 通常他就不說為什麼 只說我聽 原來分幾類 有什麼特質 包括我最近看的《坊間》 很多年前開始流行 什麼指紋就是什麼性格 什麼指紋的形態就是易犯罪 哪一隻手指配哪一隻手指的指紋出現的話 那人有什麼能力傾向 留意一下 那些這樣的理論 都是類似這種 它都沒有包含任何解釋 是這樣的就是這樣 它是透過大陸的統計 或者資訊搜集 是說出來的 它沒有包含任何因果關係 沒有牽涉任何 和你成長某些位置 怎樣關聯起來 那些東西沒有說 純粹一個可能是妙術式 這個留意一下 先說回特質論 類型說 其實是兩件事 我記得我早年讀心理學的時間 應該是兩種 在心理學大的範疇裡面 兩個不同篇章 有不同理論 但是近年我再看一些心理學的書 就彷彿這些叫做舊了 當然跟我們的心理學研究的水平有關 就是跟一些理論老化 或者叫做醒亡有關 因為有些理論說了太多 發現那個效能 或者應用性不彰顯的話 就慢慢會消失了 當你再重新編過一個心理學的概說 你就會把它剔出來 這個也很常見 也可以理解 好 再說回 最好奇的東西 但我現在將它簡化 就將特質論和類型說 暫且丟在一起 當作同樣東西這樣說 好 早期理論是什麼呢 最簡單最常見的 包括不是現代心理學 更加早的 包括我們中國 西方希臘 甚至埃及都類似這樣 比如體型 或者將某些人分成幾類 這樣說 最簡單的就是 肥 可能是開心點 喜歡吃東西多一點 瘦就可能憂鬱一點 大隻的可能暴躁一點 類似這樣 用體型去連著一些性格去說 或者譬如中國的另一種模式 就說 有金木水火土的形態 有不同的特爭 不同的效能 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思維取向 不同的行為反應之類 其實這種跟外形 和特別的外在見到的東西 去聯想關係的話 其實都是叫做早期理論 好了 但我講過了 那為什麼現在不講呢 第一 好像更加像是一些術數的東西 和更加像是斷古 所以心理學作為一個科學態度 或者是科學為基礎的科學 學科的話 似乎這樣 再說下去 似乎無甚意義 於是慢慢變成坊間 一種棄論 講一講 不講算 又不能做太嚴謹的 因為當我跟你說 大隻的人 的確是暴躁一些 耗動一些 就好像很廢話 想像而已 因果關係 你大隻 可能由於耗動你才會大隻 因為身體肌肉發達 你自然很容易坐不定 但其實描述性和應用方面 能力不高 很簡單的 所以我說大隻 可能是耗動一些 坐不定性的 解釋 就是真的話 我問你 那在日常生活怎麼應用 有一次的應用性 不是很強 因為那個描述 和那個所謂的 坐不定那種 這樣的描述 似乎是 很多情況下 用不到 於是慢慢沒有人講 好了 但是同一時期 有另一些這樣的說法 不如這樣 把性格 找一些 Dimension 一些向導 一個叫做內向 一個叫做外向 可以嗎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原來講了很多年 原來很早年 古希臘時代 那些人是敢分的 這個叫內向 這個叫外向 這個叫做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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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向的人想起 就是傾向 才跟自己開始想起 向裏面發掘 還有傾向 就不動的 傾向內在思維 傾向自己解決問題 外向的人 就不是了 坐不定了 傾向外在世界 尋找新的刺激 想起 就傾向外面 發掘新的 諸如此類 好了 又好像又幾好 是吧 但是好極都好 因為也是一樣 因為這樣的描述 對我們應用 是沒有什麼特別 直接效用 應該我再講一點 因為其實現代心理學 不是那麼簡單 通常說 比如說 學校處境怎麼用 管理層次怎麼用 團隊精神怎麼用 性格 是敢用法的 但是剛才我講過 比如說外形 斥修有什麼性格 內外向的取向 有什麼性格表現 跟剛才我講的 團隊管理 跟這個 可能是學校教育那個 怎麼透過性格 去強化教育效能 那些 似乎沒有什麼編制 或者不到位 於是乎沒有什麼人去研究 還有另一個 同一時間 可以提提的 就是原來很早期 都有人研究性格 找這個這樣的向度 就是穩定和不穩定 不要看死這件事 這個其實轉換現在 都幾多人用 因為原來 我不知道什麼性格 但是如果假設 我知道你性格 其中一個元素 或者一個向度 是不穩定的話 就很嚴重的 假設你是這樣的話 我的準備 或者叫避忌 或者那個 就要準備應付你的資源 要多很多 就等一會 你跟我說 現在A軍 本身這個性格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向度 就是不穩定 我聽這句 有一次我讀心理學 又知道你心目中 什麼叫做不穩定的話 就要準備一些東西了 千萬不要預料 做某些東西 因為不穩定 意思就是我鼓勵不到 舉例子 找我做的例子 相對是非常穩定 解釋你跟我說 我明天大約穿些什麼形態的衣服 留意什麼形態的衣服 你應該幾容易猜到 可能 譬如我上班 一定是那個模式 是不是可能那些顏色 或者那個 item 有一點微分別 輕微分別 細微分別 穿的衣穿 是那個類型的 那個類型的 很容易猜到 甚至乎我 譬如有一次上班 哪裏吃下午 我應該幾容易猜到 吃什麼飯 很容易猜到 假設有新片 我看哪一套 幾容易猜到 這種叫穩定性 就是透過某些以往的經驗 透過某些答案 某些描述 你找回痕跡 猜到我明天 下一次的模式 應該幾容易 這種叫穩定性 有些人的性格 如果穩定性的 那個向度很低 就反過來 不穩定性很強 什麼意思呢 你問我明天在哪裏吃飯 不知道 因為突然有些人 可能突然駕車 來很遠去吃飯 我最誇張的例子 我以前認識一個有錢人 他有一天跟我說 明天去紐約 我那時候不在紐約 只是在英國某個地方 明天去紐約吃午餐 真是真事 我說怎麼無端這樣 我問怎麼無端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需要去紐約 他說突然想起 想起 覺得過去那邊 剛剛打電話給表哥 叫表哥接我 你去不去 這麼隨意 其實他兩天前都沒有說過 昨天又沒有說過 今天突然說明天去紐約吃午餐 問他做什麼節目 沒有吃午餐 走回來 你想想 後面的隨意性多強 但這個隨意性 我近年觀察 原來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們的確不能夠清楚 包括自己估計不到明天在哪裡吃午餐 吃什麼午餐 我們明天怎麼穿衣服 穿什麼衣服 不知道 因為很多臨時性 即興性的事情 很常見出現 這其實就是不穩定性的一種 如果我說性格元素裡面 或者性格向導裡面 有一個叫不穩定和穩定的話 這個我請大家注意 這個其實是很多日常生活裡面很重要的 請人如果突然出現一個向導 發現一個人的性格 其中一個向導 其中一個不穩定性很強的話 其中很危險 當然好的地方就是可能他創意很強 因為想不到 但是不好處的地方是 你不要壓重他某些的註碼 因為他有時候明天的心情不好 或者明天的心態不一樣 或者大家的思維不一樣的話 他就不會出現某些既定效果 這也是其中一個我提醒大家的東西 好了 現在最流行的一個 類似類型說話的特質論 就叫做五因素論 在這裡說些少 第一個出現的五個大的元素 或因素 是什麼呢 就叫做神經質 如果你找神經質 找回剛才的穩定不穩定 其實我可以這樣引申 這個就是對一個人很有效的描述 什麼叫神經質 這個人可能也掌握不到自己的行為 或者是有些人他對某些東西的反應 通常是很難預測的 就會歸類為這種人的神經質傾向比較強 可能反過來 其實神經質你可以想像 那就是穩定性 神經質相對於另一個地面 就是穩定性或可預測性 就是說其中一個 假設現在要描述一般人的話 第一個性格特質或因素 就叫做神經質 如果神經質的相對 就叫做穩定性或可預測性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外向性 很容易想像 剛才我講過外向內向 什麼意思 外向性就是說 假設當你處理問題 你通常是什麼模式 我舉例子 有些人一看問題的話 第一樣就找人幫忙 然後找外在資源 這樣傾向的人叫做外向 簡單的 另一種又不是 一發生什麼事的話 第一樣想自己有沒有做得不對 自己可以做什麼 就這麼簡單 這個大明星說 有些人是外向性的 有些人相對是內向性的 這個是第二種的元素 是講迷水個人的性格 第三種就是開放性 我問你 你每年認識多少新朋友 每月認識多少新朋友 你最近有沒有認識新朋友 我找個例子 這個開放性 包括認識朋友 學習生事物 諸如此類 留意一下 其實跟某些穩定性是相反的 開放性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講過了 如果每天都同一時間 去過一個地方吃午餐 通常 甚至乎我吃什麼午餐 哪個餐都會猜到 簡單的穩定性很高 反過來 我既定的行程 軌跡應該都幾明顯 我開放性一定低 因為我每天都是這樣 重複某些路程 某些路程 某些行程 好 再講回開放性 如果一次問一個人 或研究一個人 描述一下他 究竟他的人生理念 究竟是潛伏開放態度 願不願意嘗試新的東西 願不願意識新的人物 願不願意從新的角度 了解事物 這叫開放性 很容易想像 開放性 另一個Dimension是什麼呢 就是封閉性 即是說 是不願意改變 不願意嘗試新的東西 甚至是能夠只找回 原先某些東西的routine 做事的人 就叫做非開放性 或者叫做封閉性 好了 下一個 有善性 剛才開放性 包括處理問題 對世界的態度 有善性 就跟人有關 就問 究竟一個人 願不願意跟人交往 社會活動強不強 我想我自己屬於中間 我就不是很擅長交際 很容易見到 就是會不會很常 跟人打招呼 會不會很容易 建立一種新的關係 會不會到一個新的地方 很容易 很多人都認識你 這是一個指標 但有善性 當然不只是這樣 但是簡單的說法 就是怎麼描述 就是一個人 怎麼看他跟旁邊的人 產生互動 效能 或者能力 我講過 雖然我自己的中間 但我不主要是相反 有善性相反的代表 當然是不友善 我最近看一則新聞 就說 香港是全球不友善 城市排第四 諸如此類的話 其實後面也有些借鏡 假設你自己作為一個人 你跟朋友群裡面 你算不算是友善呢 會不會叫做easy going 就是會不會跟人 易得易甲一些 我相信 聽到這部分 很多人直覺時 某時候想起一件事 我就不知自己 又不友善 但肯定有些人很討厭 一個人都不喜歡他 其實很簡單 你知道什麼是友善性 知道的 就是你嫌疑相處 會不會願意捨棄 某些自己的利益習慣 換取一些人際關係 或者由於某些處境 會願意放下自己的利益 或者談談 換取某些集體的利益 等等的取限 這種就叫做友善性 最後就是嚴謹道 我常常說 嚴謹道有時候逼不了 第一個是傾向問題 第二個是修煉問題 做事是否仔細 仔細 或者認不認真 我自己很多時候看書也好 我是可以看深書 也會做筆記 我跟某些人比較 自己會知道 有些人是很細緻的 譬如看電影 他寫的可能影評 是寫三四千字的 而且對很多幕的描述很細緻 但如果你不是這樣的人的話 不是就等於不是 沒得逼的 而實際上 我剛才說 嚴謹道有一個好處 反過來也有一個不好處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為什麼呢 說兩句便可以 說這麼多便可以 說幾千字 不如決定不要看 這樣也不忍耐 所以嚴謹道也是一個描述型的大明神 好了 找回這五個 我突然有資料 就知道一個人是否神經質 另外外向 第三開放 四有否友善 第二 嚴謹道 嚴謹道 這個在很多層次裏面 飯條裏面有效 你不妨留意 你不妨留意 剛才我說神經質 外向、開放、友善、嚴謹 那個叫做文化的中立性強很多 因為譬如不同 剛才我說 這個人很殘暴 這個人很光碧自用 這個人很霸道 這些全部在文化裏面 有少少做了一個判斷 但是我說神經質 無甚判斷 相對比較輕 外向、內向那些相對比較輕 開放、封閉 相對比較輕 有善和不友善相對比較輕 嚴謹和鬆散相對比較輕 為什麼說這個五因素論 或者叫五大因素論 近年挺輕的 因為的確透過他的描述 對於個人的掌握容易很多 又不妨試試這樣想 但是我跟他說 這個人很囂張 我問你其實很囂張什麼 當然我在香港文化 知道什麼是囂張 但好像資料不豐富 因為只有一個囂張 你不能夠知道 某些處境裡面有什麼反應 但是我一連串告訴他 神經質 外向、開放、友善和嚴謹 一次過給你五個大元素 或者大因素 去估計 這個人對某些事情的反應 你估計的能力高很多 就是說能夠掌握一個人的能力強很多 所以近年這個五大因素論 是在心理學上頗盛行的 實際上很多心理學書 都只是講他 如果那次要講特質論 類型說 因為似乎他既有很多的研究做支持 亦都是比較上語言上清晰的 好了 僅隨其後 就不是一個正宗心理學 是一個應用心理學的學範 是大行其道的 到現在都仍然可以在坊間好易找到的 同樣是屬於類型說 或者叫特質論的 就叫做狗型人格 可以叫狗型性格 將人的心靈需要分成狗類 其實他的用法就是 如果我們要修煉的話 要自己將自己的心靈的狀態 或純度提升的話 怎樣修煉呢 他提出人有九種可能 九種的心靈邀向或道向 如果我們認清自己某些特質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揮自己 從一到九型 我簡單講講 譬如一號的就叫做原則營 這種人是很強調原則的 用一個例子 你信宗教的話 就透過原則去說服他 透過原則去理解宗教 這個就是他的條路 二號叫做助人營 二號的人 通常很重視人際關係 很喜歡幫人 透過幫人的過程裡面 找宗教說 他能夠領會到神 領會到宗教 在營養上的世界等等 這個就是二號 三號就可能講一個 孔雀 或者叫做表現營 很重視成效的成就 很重視被人見到的 解釋他的話 可能很簡單 你不說不信 可能三號人 透過很靚的教堂 很靚的服飾 透過裝潢 透過音樂 那種震衡 那種輝煌 那種感受 突然間信了教也不行 這就是三號 四號就是感受營 或者叫做感覺營 還有就是透過那些感受 感覺 一些細節的情緒 他體會他的人生 很簡單 可能突然間在某個時刻 某個情節裡面突然間感動 他就信了宗教 這個可能是這樣 五號叫做理性營 或者叫做學術營 或者叫做知識營 那假設跟這個人聊天的話 可能知識取得很明顯 可能要做很多知識的功夫 或者要說服這個人的話 要從理性 要從這個論點 要很強的 就不能透過權力 不能透過其他方法 那假設要說服這個人 做一個心靈修養 或者令他信神的話 就從知識方面說服他 可能是這樣 六號叫做忠誠營 或者叫守規矩營 於是這幫人 是透過工作 透過一些崗位 透過一些角色 他感受自己人生 假設這幫人 如果是宗教的話 可能透過一些位置 給他一些功能 叫他做一些角色、任務 透過任務去完成 他反而感受到什麼人生 感受到什麼宗教 可能是這樣 好了 七號叫玩樂營 叫封聖營 很喜歡探索世界 探索自己 探索無限可能 這種人可能透過錯不定 要找很多東西 填滿自己的空間 要不斷強調享受 以及自己的質素提升 即是感受的質素提升 好了 這幫人現在要相信宗教 宗教一定不可以悶 一定要有樂趣 令到他感受很多新鮮的東西 這個可能是七號 八號是權力營 實際上我見過很多權力營的人 信教 怎樣相信 可能突然間是 他覺得有個大佬 而那個大佬是超級大佬 壓得到牆 那他就相信 不奇怪 好了 那這幫人怎樣理解呢 就是他身處的世界 就有一個權力關係 永遠跟人相處的時間 透過權力關係 即一日你大 一日我大 一日我給你 一日我怎麼理 沒有其他 可能其他理性 不是不說 不過比較少說 感性不是不說 比較少說 那這個是八號 譬如九號的宗教營 很和諧的 很強調中 很和人的關係 和內在心靈的平和等等 那這些人可能 就透過自己這種 甜靜的生活 去體會宇宙的真理 或者領略神 同樣相處的話 他就通常可能 產生一種安撫作用 那這個可能是狗認 好了 分別很不同 和五因素論 為什麼呢 因為五因素論 就很科學地描拒 是令到人 做完某個測試 做完某個量表 或者突然間 拿到某些資訊之後 是很快能夠 對一個人的一些 一些的身心 或者思想傾向 行為反應 有一個基本掌握 這就是五因素論 但是為什麼我說九二人格 就在apply方面 或者應用心理學律方面 才相對達行其道呢 因為其實兩個取向不一樣 你剛才聽我說 九營的不同特性的話 其實它還有一種叫修圍 或者叫修煉 有一種傾向去做這個學問 而不是用一個日常心的應用 所以為什麼我說 好像很多心理學書 只能提到不提九營 因為它的科學程度低 其實很難透過科學 它告訴你 什麼叫做權力型 不是不行 不過其實它原意不是這樣 這個留意一下 剛才我已經說得比較快些少 放心 因為我預算是這樣的 完整所有道論部分 有一部分講應用心理學的話 這是我其中一個主題 可能講幾集 是講九營的 那時候到時候再補充 所以暫時放下 好了 還有一個 在商場 即不是行商場 那個商場 即是商業範疇的商場 在商界 或者是應用都很重要 這叫行為取向分析 這個學問 這個特別是在團隊管理方面 很出名 什麼意思呢 原來這種學問 它有一個特性 它研究什麼呢 就是它研究一個人的速度 它原來發現要編排團隊 將同一速度傾向的人 等到一起很重要 或者將某些速度傾向人 在一個編排很重要 什麼意思 很簡單 一起出去打的 或者叫做 找生意的 全班同一速度的人 互相的夾方面 拍檔方面 會比較好些少 就反過來 前後面又不一樣了 前線的人 跟後面的人 前面要快 後面要慢 因為後面把關 那就要考慮速度問題 另外 如果你要處理問題 有些部門 需要需要快 處理問題的人 去處理 有些問題就不用急 要慢工 出細貨 就等慢人 然後跟速度 安排人手 這是其中一個大限 因為我們 就算不知道什麼性格都好 快慢 是幾乎要掌握的東西 他性格很急 很快 說話都一嘴 或者他的性格很慢 性格很優柔 很自由淡定 或者是豬油淡定 有些同學 或者朋友說笑 這就是速度的問題 另外取向什麼呢 是人取向 還是時取向 簡單來說 是感性取向 還是效益取向 原來有些人很簡單 很講的效能 得絕失所有人 不要緊 最重要有效 最重要有實際數字的得益 或絕之類 這個是效能取向 時取向 但這些人又不是 原來 他不能介意最終的效果 很介意在中間有沒有得罪人 有沒有傷害人的感情 有沒有提升人的關係 這也是很明顯 行為取向分析 將人分成四類 根據快慢 人取向 事取向 四個元素去劃定 一個很有效的性格系統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透過這麼簡單的 兩條的大原則 四個這樣的變項 令到我們在管理團隊編排上 有一個很靈活的應對 很靈活的效能 出現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這個呢 我遲些會再講 現在又是先暫時割下 好 再繼續了 如果講性格 心理學不得不提 就是講一些叫遺傳的問題 性格是否天生呢 我常常當開玩笑 聽些爸爸媽媽之間的聊天 一好的東西就像我 一壞就像你 這個挺有趣的 當然這個是搞笑版本 但實際上又不多不少是真的 甚至說遠一點 會不會叫隔代遺傳呢 不說性格 也說能力 其實有沒有呢 當然隔代遺傳 研究的準誠程度 或者精確程度很困難 因為其實很難去變成一個科學的項目 或者叫做項目 就是認真研究 還有呢 不是那麼多的數據可以拿到 但我講話 純粹是性格與遺傳 透過雙生或者三生 特別是三生更加好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近年 二十多三十年裏面 我們全世界的 當然跟食物的污染 我們藥物的濫用有關的 就是孖生的人 三生的人 就是三包胎 多了很多 銅卵又多 二卵也多 那我強調了 就是通常跟我們食物污染 我們濫用某些藥品 那個原因有關的 那我不講那些 那些提案的話 那講回遺傳關係 大量研究發現 如果是銅卵的雙生兒 性格是異常類似的 不過 放在一起 自己會自動製造分別 這裡呢 我在其他場合 或者在之前那幾講 都講了一點點 那什麼叫做在同一時間 會製造差異呢 就是說 其實他們兩個同倫的 孖生兄弟姐妹 其實在很多方面很近似 他之所以感覺上他不像 是由於他們一起生活 是製造的分別出來 我聽那些父母說 丟在一起養的話 一個梳左邊界 一個分右邊界 一個教他畫畫 一個教他彈結他 總之就不在一起 我甚至於專門 某些活動 將他們兩個分開 是否令他們的生活經驗不一樣 透過後天的東西改變 這個其實是幾明顯的 但是同一時間 因為這麼幸運 很多的研究 就在講 有些孖生 或者三生兄弟姐妹 是否在同一個家裡養大的 其實那些更加顯現一些 遺傳的影響力 而那些研究 告訴我們 就是由於他不一起長大 他們很多方面的喜好 品味 性格 是異常類似的 包括 剛才講過 假設找這個 五個 大因素 那個特質去講的話 五大因素論的話 很簡單 A的孖生兄弟 就是轉生 和B的轉生 兩個 是答某些問題的話 他們的相似程度 正是由於他們不一起養的話 可以見到 是非常近似 這個要留意的 所以他們說 性格是否天生 是 很大程度上是 亦都提過 為什麼 好像很多心理學 就不強調這一點 因為如果現在答出是 然後 心理學的生存空間 就少了很多 因為畢竟後面 都牽涉穩飾的問題 如果說 聽什麼都要組定的話 那不用做 要視乎 這麼多研究做什麼 似乎不合理 另外說 另一個說話 三歲定八十 性格是否 是很早年就定了 其實都是 上次答過 好了 今次我們就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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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